国盟竞选主任沙努西昨天预测 绿朝将会席卷柔佛双补选 不过巫统最高理事诺加兹兰反驳 沙努西的言论在柔佛不吃香 因为柔佛人温和对宗教和种族课题 不会抱持极端立场 阳光日报报道 诺加兹兰昨天在西蒙国阵的活动后 收集时表示 所谓的浪潮只是国盟在吹嘘的空话 他说国盟不要把六周选举 尤其是大马半岛北部的情况 跟南部混为一谈 诺加兹兰也是巫统普莱区部主席 他曾经担任三届普莱国会议员 但是在2018年和去年大选 两度败给成信党的沙拉胡丁 这次普莱国席补选 他相信国阵和西蒙合作后 西蒙成信党将会以更大的多数票胜出 成信党已经宣布派遣柔佛前桌议会议长苏海战 出战普莱不选 受委捍卫已故成信党水主席沙拉胡丁 所遗留的国会议席 西蒙和西蒙 西蒙 seño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